大家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天一同来领受主的心恩 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在我们软弱当中得见神的帮助 一般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想祷告 也认为祷告也没有用,或者我们心里带着满满的内疚与自暴自弃的心态 各位,那种心情是人软弱的时候都会有的 但试问,神在那时候真是这样的看待我们吗? 神会不会因我们目前的样子与感受来对待我们呢? 事实上,神在我们软弱中不但不离开我们 祂甚至是以笑脸来帮助我们 为何以笑脸呢? 因为神看我们是可爱的 祂喜悦我们的生命 祂喜悦我们因软弱而痛苦的那个生命 这证明我们是属上帝的 所以在软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要被欺骗 主正在用笑脸帮助着你 那么我们如何能看见神的帮助呢? 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思想的话语 我们一同来看诗篇第42篇 第一节这里说 上帝啊,我的心切勿你,如露切勿吸水 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 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 我从前与众人同往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 大家守洁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愤?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诗人的痛苦 我们特别看到他心里面的干渴 为什么呢? 然后我们也看到诗人目前的处境 是被诗人藐视 耻笑他说,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的上帝有帮助你吗? 那在这个情况里,也没有人鼓励他 他是只有想念着以前 他与上帝的咒名一同聚会 占美神,仰望神的时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天天 生活中面对的情况了 我们天天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上班,下班 受到环境的冲击 人的冷言冷语 我们的心是因此一直受到打击 所以当我们的心子不够的时候 我们便软弱下去了 但重要是 弟兄姐妹,神没有因此离开我们 但试问,为何神要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这样的处境呢? 弟兄姐妹,请注意听 神许可这处境 是要我们因此生出 比先前更饥渴的心 没错,饥渴目逆的心 虽然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感到痛苦无力 但好比我们自满来得好 因为神向饥渴痛苦的人显明 不向自满骄傲的人显明 所以弟兄姐妹 把你的软弱转为饥渴吧 在你的软弱中破碎自己 你要知道,上帝看中你那破碎的心灵 甚至在这时候 你受到环境与人的影响 神关注的是你与他之间的关系 神要在你的无能力 向你显明 显出他的帮助 然后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见 当诗人痛苦干渴的时候 他特别追想以前 他与众人同往 一起欢呼赞美上帝的时候 他追想他在圣殿中 与众人一起过节 一起聚会 一起仰望上帝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吗 这个生命在神的眼中 其实是极其荣美的 这就如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 受到挫折挫败的时候 我们想起主的话 我们想起教会 我们想起肢体的爱和带导 这是神眼中看为美的事 因为这样的人 是将希望放在主 不放在世界 所以当诗人怀念神的话 怀念圣殿中的肢体生活的时候 神的灵马上再次感动他 服役他 给他一股力量 仰望神 就在那时候 他看见他不需要忧愁 因为神正在喜悦他 神正在用笑脸帮助着他 所以诗人心中的忧闻 忧愁 忧伤就在那个时候 转为赞美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所描述的这一切 就是一个信徒如何在软弱中 看见神的帮助的一个过程了 请你不要因你的软弱而自暴自弃 更不要认为神因此离弃了你 你在软弱中破碎自己 就必看见爱你的上帝 是用笑脸帮助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